好 中午出去吃个饭 以前呢 如果说服务生要上菜的时候 讲说 哎 上菜咯 现在总是要多加一些的话 比如说 为您做一个上菜的动作啦 或者是你要去结账 哎 买个单 他就会讲说 帮您做一个结账的处理啊 这些什么什么的动作 什么什么的处理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很多人都在这样讲 而且还有很多公司的 比如说电话客服 你打电话去 他就很习惯了 一大堆致事的 罗里巴说跟你讲半天啊 让人听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好 这是月亮虾饼 上菜不忘打招呼 但有的时候服务人员说的太多 恐怕也会造成困扰 那这边吸引一下 帮您和对您的基本资料 我这边问你确认说 您现在可能网络的用量 用到做什么样的程度这样子 服务人员讲了一大堆话 让人士越听越模糊 相信一定有很多民众 都有类似状况 作家洪文勇就在脸书上提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台北的服务人员流行 起这样的口语风格 像是为您做一个家常的动作 或是为您做一个家锅底的动作 还说光是这样的动作 就已经让人忍不住抓头 更可怕的是 还要加上部分 变成了 等一下白锅的部分 需要我为您做一个煮稀饭的动作吗 或是垃圾的部分 马上请人来为您做一个清洁的处理 就练吃饱 想付钱 对方还要说 信用卡的部分 我这边无法处理 可能必须麻烦您 做一个移架的动作 柜台那边会有专人为您做刷卡的处理 坠词一大堆 有的网友同情服务生说这种话术比较安全 不过是希望减少顾客抱怨 但还是有人讽刺 说要做一个按赞的动作 或是进行一个离开的处理 一下会有人帮你去做去骨的动作 那我会觉得说 有些就是公司必要 就不好意思 这是您的餐点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服务人员讲话太多 坠词 是里多人不怪 还是说话莫名其妙 也端看每位消费者不同的感受 专门新闻 陈青瑞胡佳珍 台北上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